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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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所有一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是大到世界 现在科学家 李宗盛 这四个现象 是四个是四个代表字 那么火大 这四个代表人 这四个代表人 我们今天这四个代表人 这四个代表人 这四个代表人 所有一些动物 是四个代表人 是四个代表人 本来是四个代表人 自信的本能 大臣教理的常讲 见闻觉知 我们有群众生 这大家都知道的 没问题 所有一切动物 你看看 他能见 他能听 他能觉 他能知 这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 实在讲呢 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的 我们这个身体 是物质组合的 现在的细胞组合的 而细胞呢 这是由分子 由原子 由电子 由劣子组合的 我们身体 每一个器官 都不例外 我们身体外面 毛发 在我们的头发 我们也问 我们这一根头发 乃至于 把这个头发 剪碎 剪成一个威力 这个 一个威力 这头发的威力 他有没有见闻觉知呢 我们的指甲 我们的指甲 长的时候 把它剪掉了 剪掉下来 这个指甲 他有没有见闻觉知呢 有啊 他的个能 决定没有丧失啊 所以只要是有物质 物质是什么呢 物质就是 发现 发现的本能 决定不会失掉 发现的本能 并 法界 虚空界 这只有佛在华严经上 才讲到啊 因为 只要 说到性 性没有大小 没有 远近 没有先后 没有远近 就是超空间 没有空间 没有先后 超时间 没有时间 所以 在发现 里面 来说呢 空间跟时间 都不存在 这个境界 叫 一真 发现 一真 发现 在哪里 就在我们面前 啊 我们为什么 没有感觉到呢 我们迷了 迷在哪里呢 迷在 你有妄想 有分别 有知足 所以 就在你面前 你都不知道 因此 现在 科学家 也很了不起 他用科学的方法呢 把它证实 直无 有见闻 就直 跟人的 意念 谢谢 相通啊 我们人 起一个 善念 他知道 他的反应 非常美好 人 要起个 卧念 他感觉到 恐怖 植物都是这样的 他感觉到恐怖 他的反应 很不正常 这个是 外国 许多科学家 在做实验 这个日本的科学家 实验是用水 所以说 矿物啊 矿物 也有见闻 就直 矿物 也会 随着人 意念 起电话 人有善意 他的反应 接近 非常之美 人也有恶意 他的反应 很不好看 那么 由此可知 佛在经沙 跟我们讲 唯心所现 唯时所变 唯心所现 的这个境界 是一正法界 一正法界 里面的人 实没有了 是怎么没有呢 转实成志 这个相纵里头 常说 转八十 晨四日 所以 那个境界 只有唯心所现 现的是 最完美的境界 化脏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它是唯心所现 它没有唯时所变 那么这个 设法界 从哪里来的呢 设法界 六道呢 那是 星星 是变 它的根源 这个 这个相 相分 是 唯心所现 它起变化 这一切变化呢 是唯时所变 时是什么呢 时 就是妄想 分别之主 阿赖耶 是妄想 分别是意识 执着是莫纳 怎么能够 转 第六一时 为妙观察制 转 莫纳时 为平等性制 转 阿赖耶 为大元禁制 转 前五时 为尘所作制 转 时尘制呢 我们就称一座 法身 菩萨了 华言会上 四十一位 法身 大四 他们转时尘制 因此 那个境界 就没有 事变 华藏极乐 没有事变 只有 星星 那个世界 叫一阵 一阵法界 摄法界 柳道 我一时 所变 那么现在 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撇开 一阵法界 不谈 我们将摄法界 为什么呢 摄法界里头 有苦 有苦 身体 一阵法界里头 没有了 就这摄法界了 摄法界 我们一分析 就像的 原来一切法 原生的 原句 就现象 原灭呢 这个像 就不存在了 好像 我们这一本经书 这一本书 原来是有很多纸张 装定成一本 这个书是语言森的 装定在那 我们称这本书 如果我们把它测开来呢 就不叫书了 就叫一张一张的纸了 哦 这个里头有几十张纸 书就没有了 你从这一个例子来看 那么书是个假象啊 这几十张纸定在一起 那我们就叫它做书 测开了一张一张的 我们就叫它做纸 书不见了 书不见了 纸在啊 书就变成纸了 这个 云森啊 你也懂得这个道理啊 整个宇宙 都是云森的 众远猴合而生 比如我们这栋大楼 我们讲堂所在的这栋大楼 这栋大楼 在没有起见的时候 那是什么东西呢 钢筋 水泥 砖头 都是一堆建筑材料啊 把这些建筑材料啊 依照这个图形把它排列起来 哎呀就变成一个大楼了 啊 所以这个大楼是云森的 如果我们把这些材料统统测下来 一类一类堆在地上 啊 这个大楼不见了 这个大楼不见了 大楼没有了 材料在 所有一切法 无疑不是云森 所以说 云森 幸空啊 这个大楼的体没有啊 没有自体啊 所有业切的现象都没有自体啊 元聚的时候现象 元散了的时候 相就灭了 我们一个人也是如此 啊 这个人 佛经上讲呢 四大五蕴 祝货 啊 四大了 这是讲物质 五蕴呢 这是我们一般讲精神啊 五蕴是 这个这个 除了色之外 受想行识 受想行识是心理 啊 就是精神这一部分 啊 是物质跟精神这一部分 组合起来的啊 精神里面 受想行 都是原生里的 啊 只有一个识 那个很威胁 那个很不好抖 啊 那是什么 那是法性 法性为什么叫做识呢 他迷了 迷而不觉啊 啊 他不知道啊 那个是真我 啊 那是真性呢 不知道 迷了啊 迷了就叫做识 佛经的名词 叫识 也叫做神识 我们世间一般人 叫他什么东西 叫他做灵 啊 中国叫灵魂 啊 那个东西 它存在啊 啊 我们这个身 啊 身年老了 这个用得太久了 啊 这个不太管用了 啊 我们叫人死了 所以说 这个身不要了 身不要是 灵不灭 射 离开了这个身体 这个肉体啊 是一个物质 物质里头没有灵附在这个里面 几天就腐烂了 啊 肉体会腐烂 会败坏啊 灵 不会败坏 不会腐烂 灵离开了 啊 这个就是阿雷也是 佛在经上常讲啊 阿雷也是 来先去后做主公啊 啊 他到这个世间来 我们讲一般讲投胎啊 他先来 你看母亲怀孕的时候 他就来了 他来的最新 啊 那个灵 灵呢 就在母亲肚子里面啊 啊 人死的时候 他最后走 啊 受 想 行 啊 这三个识都不起作用了 第六识是不起作用 第七识执着也不起作用 第八识起作用 第八识最后离开 来先去后做主公啊 他才是真正自己 你要是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 搞明白 人有没有生死 给主说 没有啊 生死是生啊 那不是自己 灵才是自己啊 能够认识 灵是自己 生不是自己 这个人就非常高明了 啊 但是在佛法理论下呢 那个灵还不是自己 啊 什么是自己呢 心性是自己 认识心性是自己 灵不是自己 这个人 解脱了 这个人超约 受法界 那我们在华言会上讲呢 法身菩萨了 也可以说 他成佛了 成佛就是 完全觉悟了 他不再迷惑了 佛是觉的意思 印度人称佛陀 啊 中国把他翻成为 觉着 真正 觉悟了 啊 所以称为灵 灵还在迷 啊 实在讲 这个 一般人讲灵魂 实实在在啊 他不灵 那为什么 他在迷 所以 孔老夫子讲的 有道理 这个我们不能不佩服 啊 孔老夫子 是不是到这种境界 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 啊 他在 一系词里面 讲的 游魂为变 精气为无 那个精气为无啊 那讲的是法现 啊 游魂为变呢 那就是讲的 六道轮回 啊 他不叫灵魂 叫游魂 说得好 为什么呢 这个灵呢 他移动 是非常非常快速 比光的速度 不值得要超过多少倍 啊 你比如我们修净土的同修 知道 人在灵命中时 离开了身体 啊 要往生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里 距离 相当远啊 弥陀经上讲啊 是万亿佛国度啊 啊 他要多少时间 他才能到呢 一弹纸就到了 太快了 这个地方断期 西方极乐世界 他已经到达了 光 光要是从我们这个地方发现 要达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不晓得要多少万年 啊 他的速度 一秒钟三十万公里 啊 所以 这个神识的速度 你看快 就称为游魂 很有道理 啊 孔老夫子不称为灵魂 我们世间一般人呢 因为他是灵魂 诸位想想 他要是真的灵 他怎么会到三窝道去投胎 啊 即使到人间来投胎啊 他要是真的灵啊 他也会选择 选择富贵人家里 那 那 生下来多舒服了 为什么生在贫苦人家里 为什么生在啊 这个文化 这个物质 生活 非常落后的地区 啊 像今天 这个这个 还有许许多多 没有开化的地区 他为什么到那里投身 他不灵呢 他才会去 灵 他就不去了 所以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懂 一切 万事万物 都是原生的 原生 没有自信 哪有 真正的 这个利用 没有 啊 那么原生之法 好像也起点作用 这个作用 这个作用是业力 啊 所以 整个宇宙 释出世界法 离不开因果 华阳经 清梁大师 给我们说的 五重因果 啊 法华经 祖师大德 给我们说的 一尘因果 因此 佛在 般若经上 才告诉我们 法上应谁 何宽非法 法是佛法了 那个谁的意思就是 不要止住 不要去分别 你祝佛如来所说之 一切法都不要止住 何宽世间 一切法呢 啊 为什么 它是原生 原生无心 你可以受用 你不能执着 你执着就错了 不但不能执着 你最好也不要分别 啊 分别执着 就起烦恼了 分别是俗智障 执着是烦恼障 你爹 这个这个 这个俗智障 烦恼障 从哪里生起的 就是你那个 因念 分别执着 为什么会起 那因念 分别执着呢 它有根 根是什么 根是妄想 这个妄想就是 阿赖耶里面 涵藏着 没有别执着 没有别执着 神仙的教育的作用 就是帮助你 赚迷为物 赚返为甚 这个是 圣贤教育的 总方向 总原则 总目标 对于 业障 深重的人 所谓业障 深重 就是分别执着 严重的人 他不能够舍弃 他不能放下 那佛菩萨呢 就给他讲 断悟修行 跟他讲 世间的因果 为什么呢 不读悟道 这个悟道 去不得了 我倒是很容易进去 很不容易出来 这个是真实的教诲 大慈大悲的教学 所以这一句里面 含的这个离太深太深了 从这一句 我们的确不太容易懂 但是清明大事的注解呢 跟我们说出来了 就是这样的 缘其行空 我们知道 一切法 因缘神 能够参透这个道理 你在这一生当中 得大自在 为什么呢 无论是顺境 逆境 善于 我远 静是讲物质环境 顺境 好环境 物质环境好 逆境 物质环境不好 像今天 我们就遇到逆境了 这个整个世界社会动乱不满 这不是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云是讲人事 善于 这个社会上善人多 好人多 我远呢 那这个世间人的时候 造作罪业的人多 不善的人多 可是 你要真正懂得 佛讲 云其行空 那不管环境 顺利 人事环境的善物 你的心都平 你会心平气候 不生烦恼啊 这不生烦恼啊 那就决定生智慧 像六族 惠门大师 你看他见五族的时候 他跟五族说 弟子心中 长生智慧 我们看到 非常羡慕啊 为什么 我们心中 长生烦恼 内 有自私自利 贪嗔痴慢 这是里面的烦恼啊 外面呢 那这是 善物竞缘 在那里勾引 内外交间 所以我们 齐心动念 生烦恼 不生智慧啊 道理就在此地啊 能大师能够 生智慧 不生烦恼 我们就晓得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六根界出 六尘境界 他的心是清净的 他的心是平等 我们在 谭经里面 处处 都能够 体会得到 他心平等 心清净 甚至会 决定不生烦恼 所以休息 无论 学习 哪一个宗派 无论 学习 哪一个法门 法门 法是将方法 门是将门禁 佛法里面 常说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 法门 那就是说 方法门道多的是啊 太多太多了 说不清啊 但是 无量 无边的法门 走到头啊 走到最后啊 给诸说 只剩了三门 走到最后 只剩三门 这个三门 就是 折证 经 也就是 无量 无边法门 把它归拿起来 你总不出 这三个范围 在中国 像这个 佛法里面 十个宗派 十八宗派 禅宗 信宗 他们是走 这门啊 绝而不迷 所以他将求的是 开悟 大车大悟 民心兼信 这个在佛门里面讲 这属于天才般 不是普通般 普通般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学习这个方法 那么第二个门呢 正门 正而不邪 这个就是 一般普通教学 由前而生 见识的 欺辱 就像我们读书一样 幼稚园 小学 中学 大学 研究所 这个 中下 根性 都能够 有成就 不像 倦门 倦门 那是天才般 那是一步登天 他可以 不需要 这些阶段 天才儿童的时候 他小学 中学 大学 没念过 他就可以 念研究所 少 不多 像 慧能 大师 那是天才般 的 吴族 传法 给他的时候 他24岁 所以 那么这个 正门呢 就是我们 中国人讲的 教相 像 华言宗 天台宗 三论宗 这个 法相 为师宗 这通通 是有教相 他有此地 这是说于 渐进 倦门 是顿超 这是说于 渐进 我们 可以学习的 像爬楼梯 你爬上一层 你就 你就高了一层 提升了一层 慢慢爬 时间 要很长 第三个门呢 是个特别法门 进门 进而不然 着重在 修清静心 这个里头 也有 顿进 二门 这个顿门 是秘宗 密宗 是修清静心 那真的是有 是有功夫 为什么呢 他能够再燃 而不燃 这功夫高 他不学习 五月六成 在五月六成 里面而不燃 五月六成 高明 真进 另外一个呢 那就是进途宗 进途宗 要跟密宗比的时候 比不上他 但是进途宗 我们一般人都能修 为什么呢 他是原力 一业任务 尽量避免 尽量回避 这个我们容易成就 可是真正成就 果报是相同的 那尤其是修 弥陀 进途 那真是 很殊胜 古大德常常讲 无比的殊胜 这个我们要懂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就是 取 尽忠 走这条路 这条路 各位一定要想得 心尽 在佛途境 我们要在 一切境远当中 修清尽心 修清尽心 是 决定不能被 境界所转 这是要 很小心 很谨慎 时时刻刻 减点反省 我被境界所转了 你还能往生吗 所以 净途中的成就 那真的就是 张家大师早年 教导 你要真正 看破方向 什么叫看破呢 对于 宇宙人生的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了 宇宙人生真相 讲得最清楚 最明白的 确实 无过于 大方光佛 化眼睛 讲得最透彻 最究竟的 无过于 拨弱尽教 你能够 完全通当 明了了 分析 虚无力了 你自然就放下了 你不会被境界所转了 那就是说 瞬间 战云 你不会起 欢喜心 逆境 沃云 你不会深 成慧心 你永远保持 你心地的 亲近平等 功夫 这叫功夫 诸位要想得 深 成慧不好 深贪爱 也不好 中国人讲 其情无欲 喜怒 哀落 爱 无欲 那什么东西 烦恼 喜怒 哀落 爱无欲 通通是烦恼 你都要能看破 你都要能放下 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待人介物 随缘 二不叛缘 随缘就自在了 你欢喜 我也表示 很欢喜 你悲哀 我也装出 悲哀的样子 同情心 这就是 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 在修学 原则里面 这叫做 善巧方便 这个佛法 一般讲 总的来说 什么是佛 佛法呢 佛法是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慈悲就是爱 为什么不说爱 说慈悲呢 这是早年 翻经的法司 他们 确实有智慧 这个爱里面呢 常常叫人 想到 情 有感情 慈悲是爱 这个爱里头 没有私情 那我们现在讲 理性的爱 叫做慈悲 感情的 慈悲 就叫做爱 所以爱跟慈悲 是一样的 在思想上 完全一样的 里面不一样 一个里头有感情 一个里头是智慧 智慧呢 是大功无私 清净平等 所以用慈悲 不用爱 那么外国 宗教里面 他犯作爱 他没有犯作慈悲 但是我们要懂得 解读 他那个爱 就是佛家讲的慈悲 这才正确 为什么呢 圣人所说的 决定 不带 妄想分别执着 带妄想分别执着 他是凡夫 他不是圣人 他境界不高啊 如果 这个外国宗教 说他们的爱 是有分别 是有执着的 那我们立刻就想到 他那个上帝 充其量 不过是 套利天而已 不高啊 为什么呢 钱没有短 如果他说 他那个爱 是无私的 是真诚的 清净 平等的 那我们晓得 这个爱 跟我 如来 古地上 那是平等 他那个上帝 马上就提升了 他说上帝 就是我们说的 佛陀 所以 看他怎么个解释法了 这个 差别很大 那我们要学 是以 佛菩萨为 标准 以佛菩萨为 模范 我们学佛 学佛 一定是用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正确心 表现出来 就是大慈大悲 方便为门 方式方法 就是八万四千发门 无量发门 便是什么呢 便是讲契机 是对某一个人 哦 这个方法 最适合这个人了 这叫便 所以方式 广义的 便是狭义的 每一个人 根性不相同 因此 所修的法门 那就不一样了 最契机的法门 你学起来容易 欢喜 狠一种 狠的受用 这个方法 便 所以佛 这个佛法 这八个字说的好 人家要问 什么是佛教 你这八个字答复 就正确 一点错误都没有 什么是佛教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闻 这里头 哪有迷信 哪有消极 佛法里头 有很深的道理 在里头 有很周密的方法 这是我初学的时候 方东梅先生 把佛法这样介绍给我 这些话从前 从来没听说过 他说佛经是这 是全世界 这学里面最高峰 这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就是这几句话 被他老人家打动了 这 这个诗 进入佛门 就我进入佛门 是 谢目知识 而入门 入门之后 才想到 这个里头不仅是知识 宇宙之间 所有的学术 应有尽有 而且门门都是达到最高峰 实在不可思议 现在时间到